或许是我自己个性的关系 我比较着重于细节 我绘画里的构成元素 多数就是由各种彩色的点 或者是具有色彩变化的线条 组合成一起 形成各种细节 就算我在创作黑板素描的时候 或者是在进行草稿的时候 细节仍然是我最关注的要点 尤其是在线条之间的互相流动 我直觉那就是情绪表达的状态 线条的视觉引导力是不必怀疑的 因为这就是构图的基本原理 线条不仅分割和指示 还会直接引导观画者的投入方向 除了线条 其实我也常用彩色的点来构成细节 说真的 不能轻易地处置一个点 点的时候 虽然这幅画是靠近的看 但完成后 哪怕这个点再小 它也都起着出现在那里的意义 这幅老槐树 矗立在悬崖上 面对着满天弥漫的盲人 时空仿佛都是碎片 只有他自己不屈不挠的出现条滋干 显得那么实实在在 或许长家也跟我一样喜欢这感觉 终于收藏了它 细节的观察 其实在我们身边周围 常常都能找到 我个人觉得 在生活里 安静的植物 其实就有着变化无穷的细节 我们这个大自然 不仅充满了奥秘 它还是个学问高超的几何数学家 更是一个出色的设计师 就看看各种各样不同的花絮和叶絮的排列 还有植物的枝梗 可以像构图那样的冒发 还有花瓣的各形各态 再加上它们生命里不同周期的变奏 不仅充满了奥秘 只要我们细心的留意 几乎到处都能看到生命的细节 这是一朵名字叫菩提叶的花 听起来像菩提叶 它源于南非 初次见到菩提叶 我就觉得它有着莲花的骨骼 只不过莲花的花瓣很丰满 而菩提叶表达的 却是纯粹线条和精致的细节 我以前挺喜欢画盒 画莲 但如今觉得自己画的就是花而已 什么花不那么重要了 众生 众向里 一样都有着宇宙的奥秘 和指引我们的信息 我这幅云端 云城里浮游着美好的指引 有飞天 彩霞 阴落 绿蝶 宝平 而各色从樊城飘升上来的彩带 属于大线条法 那是对云彩的战阁 和对美好的憧憬 因为喜欢树苗 所以我的一些大幅油画 也有先做草稿的习惯 也因为这样 可以把内容里的细节先决定下来 虽然有了草稿 但在进行大幅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又是另一次的探索 毕竟素描用的是 干净利落的工艺笔 而油画颜料用起来 就算是花线条 人会带着半透明感 这感觉就柔和多了 我发现 有时是我在控制细节 但有时候细节的效果 反而会把我带到 另一种表现态度去 遇上这样的情形 在每次取舍之间 都会有不同的发现 而当下的考量 其实是有点严肃的 究竟要如何运用 这个新的表达方式才好 要继续吗 或者先记起来 以后用在另一幅画作上 细节 适得很迷人 但也要用得适当啊 我的原则是 不忘初心 我要的是 整幅画仍就是我原来的目的 我会时时刻刻 回想最初的原意 新出现的细节 不能分散我原来的用意 但反过来说 当发现更适当的细节表现时 我也会毫无忽计 改变自己的必处和色彩 让原来的意思 表达得更为完整和清晰 这幅一页 是一幅在我心里 酝酿已久的画 每当能够把自己心里的画画出来 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一叶菩提 在琉璃一般的能量飘带上 被蹭脱出来 善良慈悲的意识 同时伴随着所有的美好组合 画画的时候 我脑海里 一直都有着菩提树叶 那颗星形的提示 那颗在光照里透亮的心 那颗默默垂着夜间 千言万语的心 一片菩提 一颗透亮 围绕着它 是众生以线条表达出来的色相 我会想起世上那些巧妙安排的花絮 我也会想起每次 在自然里看到的形象暗示 创作 也就是修行 关注技巧的细节 关注内容的细节 同时也关注生命信息里 所有的细节 其实每幅画 都有它最适当的处理 要把这个适度找出来 不能急 要先思考 有些细节 是动态极昂的 有些细节 在默默的玲珑分布之中 就让观者自己去进行思考 看画的人 其实是很想知道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 心里是想着什么的 这 创想是怎么来的 这 就是这边光线的用意吗 有些看画的人 会很认真的 把技巧细节 看得很仔细 但也有些看画的人 更喜欢听画家 一点一滴 诉说他们的创作历程 至于收藏家 他们就能够希望得到更为齐全的创作信息 我会听到我们下期 我会听到我们下期 我的品牌 我会听到我们下期